哇整理得很漂亮 平東吉他地區的農友們 三五好友 舌尖來到陳昆信的農場 參觀雲端自動化灌溉系統 為了讓系統能符合牛奶果 及山竹的田間工作 陳昆信依照自己的需求 重新添購灌溉設備 並且自己動手更改喷水配置管線 讓喷水喷資材的工作一次搞定 降低了工作負擔 便利性的雲端灌溉輔助工具 也讓陳昆信的農場成了示範基地 經常有農友前來參觀 因為我們現在做農業來講的話 我們需要一定要省工 然後也要智慧 因為我們有限的時間裡面 要創造出很大的一個效益 那今天來看昆信這一套系統非常棒 就是一個很自動化 那你隨時隨地 你都可以利用手機的方式去控制 但是還是需要自己 為自己的作物去設計怎樣的一個管線 像昆信就已經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計畫 去把整個果樹 他的一個該怎麼去使用 怎麼去噴灌 就設計得非常好 這個很棒 陳昆信說當初為了能損失省工 也希望能減少灌溉用水量 因此向廠商購買雲端自動化灌溉系統 試用一段時間後 陳昆信希望能提高灌溉系統的效能 同時進行噴水及噴灑資材的工作 且農場裡有牛奶果及山竹兩種作物 所需水量及資材不太相同 因此他開始想辦法根據自己的工作需求 調整農場內的灌溉設備 因為系統是控制馬達 馬達要抽清水的那個系統 那條管線是要透過可以抽資材跟水管 所以你要有辦法控制 第二點就是資材的 透過噴資材之後 必須要洗一桶還要攪拌 所以這個功能可能是比較 讓我比較頭痛的地方是這樣 所以這個功能是要透過自己去 在簽的時候沒有辦法 你要自己去想辦法去解決它 是這樣 所以我這一套為了要噴資材 我大概將近用到半年以上的時間 去修改它 花時間修改管線 讓田間工作能夠更加順利進行 陳昆信開放農場成為雲端自動化灌溉系統的 示範基地 邀請農民們到這來互相交流學習 交換農作經驗 大夥再把想法帶回自家農場 進行調整 提升填接工作效能 也希望能讓屏東的農業技術更加進步 記者施心體驗正義採訪報導 ric��成功 我們的 我們